開發水源 開發水源不能說這個是水利水的市場 或者是自來水公司拿中央全部推給中央不行 我們地方站在中央地方合作的前提 我們還是要動用所有的資源來協助抗旱 所以在4月中的時候 我們就水利局就開始 包括整個桌園配套來協調增加水源的一個策略 那今天我們澄清的水庫 以早到5月5號 我們就達到247萬噸的蓄水量 那這個是我們的救命水 也是一個緩衝的水庫的功能來做調節 那我們也擔心說最壞的狀況是沒有下雨 到5月底假如都沒有下雨 因為過去5月中6月是沒有季節 應該要下雨 那萬一到5月底都沒有下雨的情況之下 那高屏溪的水量當然它的川流量會 還會再往下再掉 這個我們也比較擔心 所以我們就趁我們在前一波下雨的時候 大概有5.8、5.7、5.5萬噸的時候 我們就增加川流的蓄水量 那我們的一方面 我們也利用這一段時間 就趕快把我們的澄井 總共再加水利署 高雄市水利局總共就有62頭井 那我們先把這個井就可以把它布建了 那假如真的水量不足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井已經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到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增加我們地下水的抽取量 到6月中至少我們在高雄市的這個部分 我們還可以維持成燈的狀況 假如我們是在用最壞劇本想像的時候 我們還能夠維持到6月中成分的狀況